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充分地意识到这件问题的严重性 武汉真的要完蛋了 政府不作为 政府乱作为 真的要完蛋了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湖北现在几乎全境都被封了 然后 因为我作为曾经的医疗工作者 我的好朋友 我每天关注到的都是第一线的 最真实的消息 你们看到的所有的网上的数据 只是政府希望让你们看到的 真实的情况就是很丧很丧 无可救药 就是要完蛋 没有 没有物资 周连 我们地级市 地级市医院 没有任何的物资和防护服 仅仅只有口罩 而且口罩都还供应不上 防护服都没有 可以说是赤手工权 希望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更可怕的是身边的人根本就意识不到 事件的严重性 我这几天每天都在失眠 就是很担心 希望大家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然后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尽量减少外出 不管你们在何地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希望你们保护好自己 这件事情本身在12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但是当时武汉在开人代会 然后所以政府把这件事情一直就往下压 往下压 然后控制了这个新闻 控制了媒体 然后所以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并没有报道太多 然后等他们再去控制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所以说最该死的就是这些官员 但是他们死都不为过 还要拉那么多人陪葬 现在是关键是目的 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已经不是说去追责谁的对错问题了 现在已经是疫情爆发的初期 而且根本就控制不了 结后照这个速度来讲 有些东西不能跟你们说 然后照这个速度和进展来讲的话 春节过后会有一轮新的大爆发 新的大爆发真的 我希望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我一直在朋友圈跟我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